海贼王,陶芝柱成了武士统领,可网友还是很想骂他。 说起陶芝柱,相信不少网友第一句话会是陶芝柱必死。 在最新950集动画里,主要围绕陶芝柱展开,这一集陶芝柱在武士面前露脸,并且还统领这群武士,毕竟他是玉田的儿子,也是蔚来和之国将军,现在则开始肩负重任。 哪怕如此,他依旧难逃为网友骂的命运。 先谈下这集的制作,成冉字和之国篇章以来,制作上一直都不尽人意,加了一些多余的画面,让动画显得充满水分。 而950集的制作给人感觉很一般,想必不少网友在观看的时候都是开了倍速,如果真一分一秒看下去,会颇感无聊。老白看完这一集的感觉亦是如此,整体感觉很一般。 这集剧情围绕九天丸的回忆和采石场展开,九天丸回忆武士们的艰难,采石场则是陶芝柱的露脸。 至于陆飞,因为中毒现今处于贪婉状态。 本来这集陶芝柱不打算露脸,想继续在背后够活,可惜陆飞能洞察他人情绪,知道如今武士们欠缺的是一个梦想,那便是光月家族的人。 因此陶芝柱在陆飞的逼迫下露脸,而且在被武士看到的时候陶芝柱有过退缩的念头,但因为想起陆飞与曾经的誓言,映入头皮面对众多武士。 陶芝柱的成长 说起陶芝柱大家都骂他必死,殊不知如今的陶芝柱已不再是之前那个软弹,这一次陶芝柱站在武士面前,给了他们期望,而这一幕的表现,实则是说明陶芝柱的成长。 以前的陶芝柱确实很软淡,他这怕那的,但大家可别忘了他的年龄,陶芝柱就一个八岁小男孩,当你还处于八岁的时候,看到这么一群武士或许会被吓得屁股尿流,更别说在他们面前说话了。 而一个八岁男孩能表现得像陶芝柱那样勇气可嘉,不得不说是真男人,敢于承担起责任,不过这次陶芝柱也是被迫的,但在后续剧情里,陶芝柱还是很有男子汉气概。 对于看过漫画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后续陶芝柱的遭遇吧,被看石狼抓走献给大蛇,还被凯多威逼否认是光略家族继承人,然而面对凯多的威逼,陶芝柱并未就范,而是选择宁死不屈,这便是他的成长。 基德恢复自由 这集除了陶芝柱外,基德也恢复了自由,而帮他解开手铐的是吉拉。 关于基德和吉拉,这两人也蛮感人的,基拉为了基德吃下人工恶魔果实,而基德为了基拉再次被抓。 如今基德手铐终于被取下,也让他能使用恶魔果实能力,像面对台主六子基本没什么压力,不会再像上次那样被一些小罗罗给抓了。 至于基德恢复自由后的去向,因为基德还有其他伙伴,目前会和吉拉一起寻找其船员,而且基德的目标也是凯多,虽说目前他没打算与陆菲联手,但后续打凯多还是极有可能联手的。 在950级基德走的时候透露一则信息,不会再相信盟友了,其理由是因为他曾被盟友背叛,在得到篇章,多和陆菲联手的时候,基德与霍金斯。 阿普联手,而阿普当时已加入凯多海贼团,故意引凯多前来,迫使基德被抓,霍金斯也被迫成为台主,因此基德不愿再与人联手,害怕被判。 本集的抗点也就以上两点,一个是陶芝住在武士面前露脸,成为他们的统领,另一个是基德恢复了自由,接下来会寻找伙伴。 另外目前距离火迹之夜还有八天,虽说八天时间对于现实来讲很短暂,但放在动画里则无比漫长,反正今年是看不到入心鬼岛,咱们也只有等待明年去了。 关于950集就说到这里,对于本集的陶芝住大家还有什么看法吗?可以留言说出来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